无政府主义犯罪学是基于无政府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和见解的犯罪学思想流派 无政府主义犯罪学家借鉴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和彼得克鲁炮特金等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见解 对犯罪原因的研究方法强调了他们认为的国家的有害影响 根据无政府主义犯罪学家的说法 犯罪学的政治基础包括以下内容 1.国家 无政府主义犯罪学家认为 国家是犯罪的主要原因 他们认为国家对合法使用暴力和胁迫的垄断造成了恐惧和不安全的气氛 进而导致犯罪 2.资本主义 无政府主义犯罪学家认为资本主义是犯罪的主要原因 无政府主义犯罪学是基于无政府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和见解的犯罪学思想流派 无政府主义犯罪学家借鉴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和彼得克鲁炮特金等 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见解 对犯罪原因的研究方法强调了他们认为的国家的有害影响 无政府主义犯罪学以负面的眼光看待国家在刑事司法系统中的角色 无政府主义犯罪学家认为 国家对犯罪的根源有有害的影响 应该废除刑事司法制度 以支持非国家刑事的司法 无政府主义者提议废除国家 因此无政府主义犯罪学家倾向支持非国家刑事的正义 无政府主义犯罪学是基于无政府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和见解的犯罪学思想流派 无政府主义犯罪学家借鉴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和彼得克鲁炮特金等 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的见解 对犯罪原因的研究方法强调了他们认为的国家的有害影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